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我是麦全道 回到每星期一次的主一学课堂 今星期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是如何 我們加州政府宣布居家令開始取消 大家可以自由地去不同的地方 但要保持社交距離 要戴口罩在公眾的地方 全部都要遵守防疫的規矩 餐廳已經是戶外的部分 已經在星期五重新開始 不過星期五就下很大雨 相信都沒有人會坐在室外吃飯 但是這些措施可以說 減輕了我們一些心理的負擔 令到我們感覺上是自由一些 我前陣子都有去公園散黑暴 我見到其實人都不是那麼多 但是情況就好過之前很多了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會戴著口罩 保護自己也互相保護 希望我們的疫情可以有進展 我們都不知道疫苗 哪一種好哪一種不好 我們沒得決定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能夠知道的就是 我們可以倚靠上帝 我們去將心裡面的憂慮 將重淡 我們交託給他 我們低頭祈禱 天會上帝主多謝你 你給我們有機會再次回來 聖經當中去學習 就求你給我們有謙虛受教的心 在你的說話當中 我們看見上帝你自己的能力和作為 我們看見上帝你的大能 看見上帝你是如何真實的 去與人同在 去帶領著就算是潑溢的國家 你仍然與他們當中的人同在 你仍然聯憶著他們 當人呼求你的時候 你就隨聽 天賦我們為了加州的疫情 我們向你討告 求你看顧我們 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情況會不會是好轉 還是會有其他的變化 我們見到有疫苗 但我們都不知道疫苗可不可靠 但是上帝 唯獨你是可靠的上帝 你是信實的主 就求你幫助我們 在患難的日子當中 我們呼求你的時候 求你隨聽我們的討告 讓我們心裏面有平安 在困難的時刻 在不遵如人意的世事面前 我們謹守 進行主你交給我們的職份 過聖結的生活 帶領著我們自己的家庭 我們的教會 重新的走回去上帝你 原初希望我們走的道路上面 要我們不偏左右 求你與我們同在 應該謹報 因為我們討告奉耶穌的名求 阿門 好了 好了,我們回到列王幾下第四章 我們上次講了第一、第二章 就是以利沙接觸以利亞做了先知 以利沙這個名字,我再次提回 它的意思是上帝是拯救 上帝的拯救 上帝是救恩的上帝 這個是它的名字的意義 雖然它沒有一個出眾的外表 我們曾經在第二章的尾段看過 它因為禿頭被那些童子取笑 證明它的外表並不是非常盡俏 不是很能走出來有體面的領袖的形象 但是上帝仍然使用它 因為它的謙卑、它的信服、它的跟隨 上帝重用著以利沙 接觸著以利亞,它就擔起了先知的重任 在列王幾下的開始裡面 立刻就講了很多圍繞著以利沙的種種的神跡歧視 其實確立了它一個先知的地位 確立了它是一個與別不同的身份 在列王幾下的第三章裡面 以色列王、猶大王和以東王聯手要打摩押 在這個時候,在爭戰的時候 他們想起要去求問上帝 於是就找了以利沙 以色列王、約蘭、猶大王、約沙發 就決定去找以利沙 就知道了上帝定義要他們去贏取摩押的地方 去擊退這個摩押王 這件事其實也突顯了以利沙一個關鍵的角色 是一個在列王幾下的時代裡面 是一個先知的角色 在打仗的時候 人要求問上帝 君王要求問上帝的時候 先知就出現 將上帝的說話向他們顯明了 所以在列王幾下的部分裡面 其實我們會看到以利沙更多 更加鮮明的一個形象 列王記有記載到以利亞走過的神跡 大概有七次 以利沙有十四次 有不同的神跡歧視 我們今天會去看看 在以利沙身上經歷過 發生過的一些神跡歧視 我們由列王幾下第四章第一節 我們一起開始讀了 有一個先知門徒的妻 哀求以利沙說 你博人我丈夫死了 她竟為耶穀華是你所知道的 現在有債主來 要搶我兩個兒子做勞博 以利沙問她說 我可以為你做什麼呢 你告訴我你家裡有什麼 她說 被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 沒有什麼 以利沙說 你去 向你眾倫赦借空器皿 不要小借 回到家裡 關上門 你和你兒子在裏面 將油倒在所有的器皿裡 倒滿了的放在一邊 於是婦人離開 以利沙去了 關上門 自己和兒子在裏面 兒子把器皿拿來 她就倒油 器皿都滿了 她對兒子說 再給我拿器皿來 兒子說 再沒有器皿了 油就止住了 婦人去告訴神人 神人說 你去賣油還債 所成的 你和你兒子 可以靠著度日 嘩 我們先看到這裡 這裡是一個故事 講到一個先知門徒的太太 因為那個先知門徒過了生 剩下一個寡婦 帶著兩個兒子 他們也沒有什麼錢 在當時的時代 真的沒有了經濟支柱 他們就向以利沙去求問 去愛求以利沙 就說 你知道我丈夫是敬畏上帝的人 現在他死了 有債主來追債 我要拿走我兩個兒子去還債 以利沙就問他 我可以為你做什麼呢 通常遇到別人去問傳道人 或者牧師去說一些事情的時候 通常我都會用這句說話去問 你在這件事上面 你覺得我可以為你做什麼呢 是問他大概我能夠為你做什麼 你有什麼需要幫忙呢 以利沙這個提問呢 就帶出了這個寡婦吉裡面的需要 那他就說 我家裡面呢 除了有油之外 什麼都沒有了 於是以利沙就跟他說 你去問你的鄰舍 借了壺、煲、碗、碟、碟、什麼都好 很多的器皿來裝油 關了家裡的門 然後你就把油倒在器皿那裡 然後倒滿就放了一邊 直到倒滿了為止 於是呢 他們就是這樣 在屋裡就倒油 倒滿了 到兒子都告訴他 沒有了媽媽 沒有了器皿了 那些油呢 就在那裡停了 婦人去告訴神仁 第七節 神仁說 你去賣油還債 所成的你為你兒子 可以靠著到日 他這裡提到一個特別的名詞 神仁 其實是當時說到與上帝親近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 上帝的伯人 他叫做神仁 其實是在說先知的角色 在說以利沙 這個婦人就說 去找回以利沙 她初初是去 稱呼她為以利沙 後來這些神跡歧事發生之後 她就知道了 這個人是有上帝的同在 於是她稱呼她為神仁 於是以利沙就跟她說 你就去賣油還債 剩下來的 你就跟你的兒子 就靠著這些油 就去過你們的日子 賣了它也好 用了它也好 我們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去了解到 為什麼那一瓶油 倒極都倒不完 這個是一個上帝的神跡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上帝的工作 擺在以利沙身上 透過以利沙 走出不同的神跡歧視 當我們看這個 《獵王幾下》的第四和第五章 其實會發現 是排列著很多不同 在以利沙身上發生過的歧視和神跡 我們繼續看下去 一日 以利沙走到舒廉 在那裡有一個大戶的婦人 強留她吃飯 此後 以利沙妹從那裡經過 就進去吃飯 婦人對丈夫說 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這里經過的 是聖結的神人 我們可以為她在牆上蓋一間小樓 在其中安放床塔 桌子、椅子、登台 她來到我們這里就可以住在其間 一日 以利沙來到那裡 就進了那流躺我 以利沙吩咐僕人基哈西說 你叫者書念婦人來 她就把婦人叫了來 婦人站在以利沙面前 以利沙吩咐僕人說 你對她說 你既為我們廢了許多心思 可以為你做什麼呢 你向王或元帥有所求的沒有 她回答說 我在我本鄉安居無時 以利沙對僕人說 究竟當為她做什麼呢 記下細說 她沒有兒子 她丈夫也老了 以利沙說 再叫她來 於是叫了她來 她就站在門口 以利沙說 明年到這時候 你必抱一個兒子 她說 神人 我主啊 不要那樣欺控彼女 婦人果然懷孕 到了那時候 生了一個兒子 正如以利沙所說的 好 我們讀到這裏 另一個故事 一個書念的婦人 是住在書念的一個女人 一個大戶人家的太太 她就和她丈夫一起住 知道以利沙經過 一定要留她在那裏吃飯 自此之後 以利沙每逢經過那個地方 就會去吃飯 甚至乎 這個婦人對以利沙很好 因為她告訴丈夫 她說 我知道 看得出 一個經常經過這裏的人 以利沙 是一個聖結的神人 是上帝的僕人 上帝的使者 她就和丈夫商量了 我們就在這裏 有幾座樓 有床鋪 有彩 有燈 有燈台 等她來到的時候 就可以住在這裏 他們去招呼 這個上帝的僕人 特別為她建一間屋 有一日 以利沙經過 就入了那間屋 休息了 在期間 她就想想 應該都要為這個婦人做些事 要問一下她 究竟她是 為何要這樣做呢 以利沙就吩咐她的僕人 吉哈西就叫這個婦人來 這個婦人 就來到以利沙的面前 以利沙就吩咐那個僕人 她的對話很有趣 是由那個僕人去傳話的 那個僕人就跟她說 你問她 究竟你做這麽多心思 是為了些什麽呢 你是不是向君王 或者元帥 有些什麽要求 想我幫你轉達呢 究竟 我們說 無事獻恩勤 究竟有些什麽繼謀在背後呢 這個書念婦人 就回答她說 我在我本鄉安居無事 我在這裡安居樂業 什麽都好 無事需要 以利沙就跟僕人說 究竟我們可以為她做些什麽呢 這個僕人吉哈西就說 她看得出 她知道了 他們沒有兒子 丈夫也年紀老了 以利沙就說 你再叫她來 於是就叫了她來 書念婦人就站在門口 好 以利沙就說 明年的這個時候 你必會抱一個兒子 這個婦人就跟以利沙說 哎呀神人啊 我主啊 你不要這樣 去整固我啦 怎麽這樣說呢 但到了明年的這個時候 這個婦人果然懷人 生了個兒子 就正如以利沙所說的 今次這個故事呢 就講到書念的婦人 她接待以利沙 以利沙呢 亦都向她發出一個 上帝的祝福 讓她有一個兒子 那這個兒子的故事 怎麽樣呢 我們又繼續 可以看下去了 第十八節 孩子漸漸長大 一日到她父親和收割的人那裡 她對父親說 我的頭啊 我的頭啊 她父親對婦人說 把她抱到她母親那裡 婦人抱去 交給她母親 孩子坐在母親的室上 到響午就死了 她母親抱她上了樓 將她放在神人的床上 關上門出來 婦叫她丈夫說 你叫一個婦人 給我牽一匹爐來 我要快快地去見神人 就回來 丈夫說 今日不是月索 也不是安息日 你為何要去見她呢 婦人說 平安無事 於是避上爐 對婦人說 你快快趕著走 我若不吩咐你 就不要遲慢 婦人就往家密山去見神人 神人遠遠地看見她 對婦人基哈西說 看下書念的婦人來了 你跑去迎接她 問她說 你平安嗎 你丈夫平安嗎 孩子平安嗎 她說平安 婦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裡 就抱住神人的腳 基哈西前來要推開她 神人說 由她吧 因為她心裡仇苦 也會說 向我隱瞞 會有指示我 婦人說 我何嘗向我主求過兒子呢 我豈沒有說過 不要欺控我嗎 以麗莎吩咐基哈西說 你束上腰 手拿我的帳前去 若遇見人 不要向她問安 人若問你安 也不要回答 要把我的帳放在孩子臉上 孩子的母親說 我指著永生的耶穀話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離開你 於是 以麗莎起身 隨著她去了 基哈西先去 把帳放在孩子的臉上 卻沒有聲音 也沒有動靜 基哈西就迎著以麗莎回來 告訴她說 孩子還沒有醒過來 以麗莎來到 盡了屋子 看見孩子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她就關上門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裏面 她便祈禱耶穀話 上床 伏在孩子身上 口對口 眼對眼 手對手 既伏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體 就漸漸溫和了 然後她下來 在屋裡來往走了一趟 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個噴嚏 就增開眼睛了 以麗莎叫基哈西說 你叫者書念婦人來 於是叫了她來 以麗莎說 將你兒子抱起來 婦人就進來 在以麗莎腳前 腐伏於地 抱起她兒子出去了 好 這個故事 講到 那個書念婦人 她真是得到一個兒子 那個小孩 一直長大 一日 她去到她爸爸的面前 突然抱著自己的頭 哎呀我頭啊我頭啊 於是就很不舒服 後來就交了給她媽媽 她媽媽呢 就抱著這個孩子 發現到中午的時候 孩子就死了 於是媽媽不出聲 就把這個孩子 抱在神人的屋裡 就放在床上面 就關了門 就出來 就跟她丈夫說了 你叫那個婦人 就預備一匹爐 我要去見一見神人 於是回來了 那丈夫好奇怪了 今天又不是特別的日子 又不是安息日 為什麼你要去見她呢 那婦人就跟她丈夫 回答了一句說話 平安無事 於是她就拿上這個爐 就吩咐這個婦人 如果沒有吩咐你 就一直要趕緊去找這個神人 於是她就去了家蜜山上 去見這個神人 在這個經過裏面 我們看見這個婦人 她心裏面是很淡定的 很平靜的 就算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兒子過了身 她都仍然很冷靜的 去回答她丈夫 平安無事 這個可能是真的 出自於她自己 對上帝那份的經歷 對這個神人所說過的說話 那些事她的著緊和認真 以致她在她生活行為上面 她表現到這種處變不驚的 平安和平靜 這些也是我們基督徒所需要學習 當我們知道 所有事是來自上帝 由上帝交付出來發生的 交託在我們手上 要我們去看管的 上帝才是真正負責的那個人 無論是我們的財產 無論是我們的事業 無論是我們的家庭 這些所有事都是出於上帝 所以在困難患難來到的時候 她仍然心裏可以平靜 我們同樣地 亦都可以心裏平靜地去過日子 這個就是對上帝那份真實的看得透 和真身的經歷 好了 去到加密山上 這個神人 即是以麗莎 遠遠就看到她 就吩咐她的仆人 基哈西 就出去問她三件事 你平安嗎? 你丈夫平安嗎? 你孩子平安嗎? 這個婦人就回答 平安 於是就上了山 去到神人那裡 就抱著神人的腳 這個基哈西 這個仆人看見 就立刻想要推開她 但是以麗莎就跟她說 有得她 她心裏面仇苦 她說 上帝向她隱瞞了這件事 沒有告訴她發生什麼事 這個婦人就跟以麗莎說 我又沒有跟你求過要個兒子 我不是說過你不要這樣去氣控我嗎? 那為什麼這些事要發生 賜給我兒子 又要我失去兒子呢? 以麗莎就吩咐這個基哈西 就跟她說 你現在立刻出發 就拿我的手杖去 遇到人呢 不要跟她說話 不要回答 不要問安 要把這個手杖 要很趕緊的 放在孩子的面上 不知怎樣可以把手杖 放在孩子的面上 實際上的情況 我們沒辦法去明白 但是這個婦人呢 就立刻告訴以麗莎 我指著上帝起誓 我要在你的面前起誓 我不會離開你 你不去 你不幫忙的話 我是不會放手的 不會走的 於是以麗莎就起床 就跟她一起去 那基哈西就先去 放了手杖 在孩子的面上 但是沒有聲音 沒有動靜 於是基哈西就回頭 找回以麗莎 就跟她說 那孩子沒有醒到 而以麗莎就來到 進了屋裡 看見兒子 那個小朋友死了 就放在自己的床上 那她就關了門 剩下她自己和孩子在裡面 於是她就開始向上帝去祷告了 然後她就爬上床上面 在孩子的身上伏低了 口對口 眼對眼 手對手 伏在孩子的身上 孩子的身體 就慢慢地溫和了 可能是軟了 身體溫暖了 為什麽是這樣的動作呢 我們沒有辦法去明白 為什麽事情這樣發生呢 我們都不知道 聖經也沒有特別去交代 那這是一個什麽方法呢 是我們現代人所想的 是否人工呼吸呢 其實聖經裏面 亦都沒有這樣說到 但是呢 就說到 小朋友身體慢慢溫和了之後 他就走下來 在屋裡來回走了一個圈 然後又回去 又瀑在孩子身上 那最後呢 那個孩子就打了七個黑痴 抹開眼 那就重新地清醒過來了 那伊麗莎呢 就叫基哈西就說 你叫書念的婦人回來了 於是呢 就叫了她上來 那伊麗莎就說 將你的兒子抱起你 那個婦人就進來 苦伏在伊麗莎的面前 然後呢 就抱起她的兒子 就出去了 這個故事呢 就去到這裏了 伊麗莎行了一件的神跡 是使得死人復活 那事情怎樣發生 怎樣經過 我們在這個片段裏面呢 就已經看完了 沒有多的資料 沒有其他的描述 但我們都會看見一件事 能夠令死人復活的 不是伊麗莎 不是人 而是上帝自己行的神跡歧視 為何這件事情要這樣發生呢 其實我們很難去理解明白的 但當我們後來會看到 伊麗莎幾下的第八章的時候呢 這件事情呢 原來是有它的巧妙的地方 在這裏發生的 那這個呢 我們稍後再看下去了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個的片段 最後兩段的經文 第三十八節 伊麗莎又來到吉格 那地正有饑荒 先知門徒坐在他面前 他吩咐伯人說 你將大鍋放在火上 給先知門徒熬湯 有一個人去到田野獲菜 遇見一火野瓜藤 就摘了一盒野瓜回來 切了各在熬湯的鍋中 因為他們不知道是什麽東西 倒出來給眾人吃 吃的時候都哭叫雪 神人呀 窩中有致死的毒物 所以眾人不能吃了 伊麗莎說 拿點麵來 就把麵殺在窩中 說 倒出來給眾人吃白 窩中就沒有毒了 這裏都說到 伊麗莎來到吉格的時候 那個地方有饑荒 先知門徒坐在他的面前 他就吩咐伯人 就煲湯給門徒去飲了 有個人就走去田野獲菜回來 遇見一棵野瓜藤 於是就摘了一盒野瓜藤回來 就切了 就放在湯裡面 他們都不知是什麽來的 不過就真是照煮了 倒出來給眾人喝 喝的時候 那些人就大聲哭叫 神人呀 哎呀上帝的窩人呀 所以大家都不吃得 那伊麗莎就跟他說 拿點麵來 於是他就拿點麵粉呀 麵糰呀 就殺了一個鍋裡面 倒出來給眾人吃 那鍋裡面呢 就沒有了毒 那這些的罪事呢 是很短的片段來的 但是這些故事裡面呢 我看見伊麗莎 又行了不同的歧視 除了要一個沒有兒女的婦人得到兒子 後來兒子死了叫他復活之外 有毒的湯 他也能夠去處理解決這個問題 而後來又有另外一個的神跡了 第四十二節 有一個人從巴歷沙利沙來 帶著初熟大麥造的餅 二十個並伸水子 莊在口袋裡送給神人 神人說 把這些給眾人吃 博人說 這一點豈可擺給一百人吃呢? 伊麗莎說 你只管給眾人吃白 因為耶穂華如此說 眾人必吃了還成下 博人就擺在眾人面前 他們吃了果然還成下 正如耶穂華所說的 不同的神跡歧視其實顯示了一樣東西 伊麗莎是跟從上等的人 在這些的罪事裡面呢 全部都是用神人去稱呼伊麗莎的 其實是凸顯了她一個很重要的身份 是很豐富的 在這個獵王幾下的部分 帶出了伊麗莎身上 行出來的神跡歧視 她不單止是伊麗莎的 博人門徒 她更加是上帝親自願意使用的 博人 當時以色列猶大時代 國家的領導人 博人撥翼不順從上帝 人呢好像生活在困難的處境裡面 但是上帝 卻在大大小小的處境片段的當中 展現出 祂能夠行的神跡和歧視 顯示出 祂仍然是與世人同在 藉著先知 藉著神的伯人 藉著從上帝 上帝與世人同在 我們低頭祈禱 天父我們去依靠你 因為你是那位與人同在的上帝 你是那位獨行歧視的耶和華 天父就求你幫助我們 謙卑我們自己在你的面前 願你卸免我們的罪 以致我們重新振作 在這個亂世當中 我們去看見上帝你的作為 在患難的日子裡面 我們能夠得到你的幫助和拯救 求你堅固我們的信心 加添我們的愛心 讓我們有智慧的去道日 讓我們喜樂平安 過每一日 我們這樣祷告奉耶穌的名求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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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